好我们来看一下呢 刚刚看到垂直分析 看到水平分析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比率分析 那比率分析呢 其实你可以看一下呢 我们的比率分析里面 整个分成三个面向来做 我们直接看它的那个汇总的地方 再看一下728页 刚刚的从710几页开始 到728页可能它是计算每一个比率 那当然它会告诉你说 这些比率的功能在哪里 做这些的目的在哪里 那我们把它整个汇总来看呢 看一下728页的 Elletration 14-26 我们刚刚讲说 我们把整个比率的分析 分成三个面向来看 第一个呢就是流动比率 对不起啊 第一个是什么 流动性 好流动性 那流动性呢 我们要分析下来的流动性呢 其实这个叫做短期敞在能力分析 好也就说请你看一下728页 我们现在来针对比率分析 一共有三个面向 也就是说这么多的比率 这些比率到底要做些什么 好这些比率里面呢 我们把它分成三个目的 第一个呢 如果我要知道它的流动能力如何 为什么要知道它的流动能力 意思是它短期敞在能力 好所以728页的第一个 它的敞在能力分析可以分成四个 好它有四个比率分析 都是属于短期敞在能力分析 或者是针对它的流动性 来做分析的 一个是Current Ratio 叫做流动比率 流动比率是指流动资产 跟流动负债来做比较 那意思是什么 流动负债是指一年之内 我要清场的负债 流动资产呢 是指一年之内 我会变成现金的资产 那你想想看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是一年之内 我必须清场的负债 流动资产是指一年之内 会变成现金的资产 那我还钱的时候需要现金吗 对不对 那我的现金来源 就是流动资产变成现金吗 所以流动比率 你想最最起码 要没有所谓的 短期敞在能力的问题的话 它应该要什么样的 呈现什么样的比例的结果 至少一块钱的流动负债 要有至少要一块钱的 流动资产来还 所以它的比率 最最起码要等于一 也就是说流动资产 要等于流动负债 那流动资产等于流动负债 就表示它没有 厂债的问题了吗 它短期的 这个流动能力没有问题吗 不是哦 因为我的流动资产里面 有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 我们都有讲到 它可能会收不到钱 会变成呆账 对不对 所以如果安全一点的话 我们说应收流动资产 要大于流动负债 最好要两块钱的流动资产 可以拿来清场 我可以拿两块钱的流动资产 来准备还一块钱的流动负债 所以我的Curring Ratio 最好要等于2 等于我的流动资产 是流动负债的两倍 但是它没有到达2 就表示这家公司的 短期厂债能力有问题吗 不是哦 我们只说最安全的话 如果要说这家公司的 财务是比较安全 短期的流动性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会认为 它应该要有流动比例为2 好那接下来呢 速动这个酸性测验 Acid Test Ratio叫Quick Ratio 叫做速动比率 或者直接翻译成酸性测验 那跟刚刚流动比例有什么不同 速动资产 速动比率就是指 速动资产去除流动负债 那什么叫速动资产 我的流动资产里头扣掉 存货 扣掉预付费用 就是我的速动资产 也就是说 我的应收账款 是不是很快 这个债务人还钱 我就可以收到现金了 存货它的 那个速度没那么快 因为存货要先卖掉 卖掉变成应收账款 再来收钱 再收现 所以速动资产里面 是把存货剔除掉 因为存货它的流程比较长 它要先卖掉 卖掉产生应收账款 再来收到钱 好 所以它存货就不是我的速动资产 那一般来讲预付费用 预付费用是什么 它不会变成现金 基本上它虽然是个流动资产 但是 绝大部分它是不会变成现金的 好 那所以预付费用 也不属于速动资产 好 所以这边有告诉你呢 什么叫做速动比例 就是速动资产除流动负债 那哪些叫速动资产呢 现金 加短期投资 加应收账款 它的分子 这些科目 我们叫做速动资产 那换言之就是把流动资产扣掉 存货跟预付费用 就是我的速动 速动资产了 然后再来另外第三个第四个呢 我们就已经在讲 应收账款存货 都有提过了 应收账款周转率 存货周转率 这个都算是它的 流动能力分析的比例 好 比例分析的四个 好 我们说速动比 那个比例分析有很多 但是我们这么多的比例 在做什么事情 好 我说这里先把它分成三个面向而已 第一个流动能力分析 好 第二个流动能力分析有四个 然后再来第二个面向呢 是获利能力分析 好 获利能力分析 那你一定会去想 它的获利能力分析 一定是什么 跟损益表的经历有关系 获利能力分析 获利能力分析 一定是什么 跟我的损益表有关系 好 那我获利能力分析 第一个就是净利率 我的销货收入里面 最后变成是我净赚了有多少 叫做净利率 好 所以可以看一下呢 呃 我们的 第五点就是profit margin 好 就是我的净利率 net income去除next sales 叫做净利率 好 也就是说我刚才说 我的销货收入 销货金额里面 有多少最后是净赚的 因为你的销货收入 要扣掉什么 成本 扣掉你的营业费用 好 所以呢 我扣掉这些之后 才是我的net income 那意思是说我卖100块里面 最后会真正落到公司口袋 该付的都付完以后 真正是他净赚的有多少 叫做净利率 好 profit margin 然后呢 再来看一下第二个呢 是assets turnover 运收账款 对不起啊 资产周转率 资产周转率呢 其实意思是什么 我拥有了这么多的资产 我能够创造多少的收入 比如资产周转率 是指我的收入跟我的资产中间的关系 资产总金额的关系 那我的资产一定是指 期初加期末除以二 叫做平均总资产 好 因为 期初拥有的资产 比如说好了 我期初拥有一个设备 它可以生产 比如说 可以产出1万个产品 那1万个产品 可以卖100万的收入 那期末最后呢 期末年底的时候 我再买了一部机器 我会发现说 100万我恐怕不够生产 所以我年底再买了一个机器进来 那 你说你的应收 你的资产的 那个分母的计算呢 要怎么算 是期初的吗 还期末的呢 所以我们现在告诉你说 不是期初也不是期末 是期初加期末除以二 就是平均总资产 然后分子就是你的什么 销货金额 以你的销货金额来算 也就是说 我这个 我投资的这些资产 我这些资产 可以创造多少的收入进来 所以叫做 资产周转率 好 好 这个是我的 next sales 去除我的平均 average total assets 那什么叫做资产报酬率 报酬就跟什么 净利有关系了 所以我就把 刚刚的资产周转率的 分子改为 net income 分母就没变 这是total assets average total assets 然后这个我都在算什么 它的获利能力 好 那资产周转率呢 其实它也是可以 间接去得到 它的获利能力 有个杜邦分析 我就不讲那么多好了 反正杜邦分析里头 会用到 那个资产周转率来算 所以它也是算一个 什么 获利能力分析 然后第八个呢 是普通股东权益报酬率 基本上我们讲 股东权益报酬率 只有指普通股 特别股 基本上它只享有 固定股利 所以我们只有 特别 普通股东材友 才去计算它的报酬率 好 所以只要是要做 报酬率分析呢 它的分子都是net income 好 那分母 你既然要做的是 普通股东权益报酬率 就是把期初加期末的 股东权益除二 好 就把普通股东权益的 期初加期末 普通股东的权益除以二 就是平均普通股东权益的金额 这是它的分母 那第九个呢 就是我的EPS的计算 这是我们应该在讲 第十一章吧 第十一章又讲过了 EPS的计算 好 这我们就不讲了 对不起 Earling Per Share EPS 好 有啦 它是net income 就是减价特别股股利 然后再去除它的 加权平均流通账败股数 这我们已经讲过 然后第十个呢 是我的本益比 Price Earling Ratio 叫本益比 本 是指市价 是指市价 然后E呢 是指你算出来的EPS 所以本益比 每家公司 其实本益比 都是在波动的 因为它每一天 EPS可能它 比如说我们今年算出 去年的每股益余 然后呢 去除我们每天的股价 所以它股价一直在变动 所以本益比 基本上它不是一个固定的数字 EPS 我们说去年的EPS是多少 算出来去年就固定了 但是本益比通常 我们说现在这张 这支股票的本益比 是多少 是把现在的市价 它的股价 去除它的EPS 比如说 我们现在只有去年的话 那我们就是除去年的 那如果我现在 我今年已经 第一季已经结束了 第一季是三月底 所以第一季结束了 那我可能用预估的 全年度的EPS来算 它现在的本益比是多少 如果我没有预估 就拿去年的EPS去算 这叫本益比 然后是payout ratio 就是什么 我的股利率 我公司赚了那么多钱 那我真的发出去是多少 这叫股利率 或者叫股利支出率 就是这个payout ratio 好 再来看一下呢 除了这个获利能力分析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什么 厂债能力分析 另外一个是长期的 好 长期的Solivacy Ratio 就是长期厂债能力分析 厂债能力分析 但是跟这个厂债能力分析 跟我们前面的 第一个流动比例 流动能力分析是都很像 只是一个针对的是短时间的 另外一个 厂债能力是长期的 所以它的长期厂债能力分析 有两个 一个是什么 负债比例分析 负债比例 就是它的平均负债 去除平均总资产 负债比例分析 基本上我们拿总资产当基准 然后我的负债比例是多少 基本上呢 你可以用当年度的 期初跟期末的负债比例来做 那我也可以算平均 通常一般来讲 因为它是什么 这是共同比分析 因为我们资产负债表里面 我拿总资产当做一个基准 那我们刚刚是不是看过 流动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 那我们也可以算 负债占总资产的比例 所以这个就负债比率 第三 最后一个呢 就是什么 利息保障倍数 好 利息保障倍数 它也是一个厂债能力分析 也就是说 我跟人家借钱 我除了要有负利息的能力之外 我还要累积 为了能够偿还本金 你借的钱总是要还本 所以我不是每一年只要赚的钱 够付它的利息就好了 你够付它的利息够吗 不行啊 因为到时候债务到期 你还是要还啊 你要还的时候 你的钱从哪里来 所以你每一年的 损益的结果 要有 一部分还了利息之后 你还有什么 还要能够保留下来 去付 这个就是累积要还本的地方 部分 所以叫做利息保障倍数 所以它的计算是净利加上 因为我的net income是什么 把利息费用扣掉了 我把它加回来 所以我是习钱净利去除我的什么 去除我的利息费用 也就是我看我赚了可以付利息付几倍 好 这叫利息保障倍数 所以利息保障倍数当然越高越好 比如说我赚的钱远大于我要支付利息的金额 那我的负债比例呢 原则上应该是越小越好 表示呢 你借钱借的很少 所以当景气不好的时候 你不会有被抽盈根 而导致你无法继续营运下去的问题 好 所以负债比例如果太高 他说到这个好处是什么 因为只要公司的利息是低于 他的利率是低于 他的股东权益报酬率的话 那这财务杠杠是好的是正的 但是呢 财务杠杠越高就是 就是一定是一体的两面 你越高 碰到不好的情况之后 你一定会摔得更惨 所以这是跟财务杠杠比例是有关系的 好 所以所有的比例分析分成这三个面向 好 那我可以来做的这个分析 好 这是我们的比例分析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后面的discontinue operation我们就不讲了 那个是 到中块再去讲 好停业部门 好 然后呢会计变动 那个会计原则变动 还有什么综合损益 这个部分我们都没有讲哦 好所以这个部分我们都先跳过 因为这是中块 到了下学期 可能第二次上第二章就开始谈这个部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所以这些比率 你看那么多的比率以后 你要做什么呢 好 请你看一下呢 请你来 比如说 755页的Proverbs 14-6 好 你看一下这个题目里面呢 它一共要你从这些资料里面 它要你做 一共有什么 一共A到M 好这么多 就刚刚我们看到 大概15个比例分析 都在这里有了 你就是把 你的计算 把它放进来就好了 所以这个 好 这个没什么 真的你只要了解 比如说 利息保障倍数 你的目的是什么 我要知道说 我赚了钱 够付几次的利息 它的Times次数嘛 所以你只要把 税那个净利 加上利息 因为要息钱尽利 去除利息费用 这是利息保障倍数 所以我说 其实你如果能够去 慢慢的去揣摩 它给你的文字的意思 其实你是不需要背的 好 当然 像我当时候在学的时候 我还是有背了 因为我没办法 那么快去理解这些东西 我到这靠背的 但是 如果你多看一看 多了解一下 好 那你就可以清楚 其实就真正不用背 它问你负债比例 我就是要算 负债占总资产的比率嘛 好 流动比例 流动资产除流动负债嘛 好 那股东权益报酬率 那我就要算普通股东 如果没特别讲 就是普通股东 去除我的净利 就这样而已 所以 现在这些从它的 这些比率的文字 其实你可以知道 你要计算是怎么算的 所以Promptus 14-6 不是我要做的 这它没有什么挑战性 好 这只是把比率套上去而已 把数字找出来 把它套上去 就这样而已 没有什么太大的 要去思考判断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我要讲的是 Promptus 14-7 好 Promptus 14-7 先你看一下 756页 它说 这个 Income Statement 除了给你next sale 做案 好 那也给你 Operating Expense 营业费用 然后给你 Income Tax Expense 其他都给你问号 这些问号 就是从 它给你资产负债表 给你损益表 然后请你 去把这些问号的数字 把它推出来 好 那你要怎么去推呢 它告诉你其他的 Additional Information 它告诉你的 应收账款 周转率 在2017年是8 好 然后呢 再来是 所有的销售 都是On Account 都是什么 奢销 第三个呢 它说 Profit Margin 2017年是14.5 然后呢 我的总资产报酬率 是20% 然后Current Ratio 流动比率呢 是2.5 然后Inventory Turnover 存货周转率 是4.9 好 给我这些数字 我现在要把这些问号 把它找出来 好 所以这个例子 其实还算蛮nice 因为它给你很多数字了 所以比较好玩的是 它只有给你的数字 其他都是问号 而且它现在这个例子还不错 都把你那个格式都写出来了 好 所以你知道它的 它要 这个一个 这个问号跟问号之间 怎么一直连串下来的 好 所以第一个 说明要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第一个 我们可以先从哪里开始做 第一个 它先告诉我的是 因为我的应收账款周转率 我从它的比例来看 应收账款周转率 我要平均应收账款 去除我的销货净额 应收账款周转率 是我的销货里面 有多少产生应收账款的来回次数 应收账款周转率 就是去把它了解一下 我卖了 好 然后呢 卖了 因为一定是奢销 奢销了 我产生应收账款 然后运收账款收到钱之后 我又卖 又收到钱 所以它的次数 一年有几次 所以表示 我们从这个次数里面 可以推算出来 我的运收账款 一年365天来算 课本上面为了方便 不要那种小数点 方便计算 它其实会告诉你 以一年360天去计算 它如果没有特别告诉你的话 你一年是365天 请你记得 只是现在的大部分的原文书 它都会告诉你说 一年以360天去计算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 这个 我们要怎么去做 它这些所有的问号 好 我们就先把这些 它给我们的资料呢 先把它写上来 我先简单一点写就好了 Next Sales Cost of Good Soul 好 然后 然后是我的 Operating 好 因为它要我们算 Income from Operating 好 再来是我的 它有什么 除了利息费用之外 还有没有 好 完全按照它的格式 接下来是 Interest 接下来是 Interest 好 再来是 Income from Income before 税前经历 Income tax 好 再来是我的 Income tax expense 所得税费用 所得税费用 再来是我的 Net Income 好 这是最后 随意表 好 这边呢 我们把 资产费债表也还好 存货 应收账款 我们把问号都写出来就好 Total Current Ashes 好 我们有Print Access 还是要把它写出来 可能大家比较容易去对照一下 它的是不是正确 所以Accounts 我就不写流动Current Ashes Inventory Accounts payable Cash 好 然后再来是 我的 股本 好 我直接写Total Equity就好了 因为它没有要让我算什么 好 然后呢 它要我算的 Long Term Nodes 跟Turrent Liability Long Term Liability Long Term Nodes Payable Nodes Payable Short Term Liability 然后再来是我的 Total Liability 好 Total Liability 那把现在知道的数字先填上去 1050万 然后我的营业费用是150万 然后我的营业费用是150万 例行刚刚看到是多少 没有 所得税55万 好 好 我的资产呢 我只要写2017年 2016年我就不写了 462万 那我的现金有48万 我要把它合计起来 这是我的 Total Total 这边加一个 Total Access 好 那我Total Equity呢 是合起来 340万 好 340万 好 其他都是问号了 好 那我们现在从他的资料里头 我们第一个 我们先看出他给我们的 一共有6个资料 6点 那6点里面呢 我们最容易去先找出来的是什么呢 是我的Profit Margin 我先得到我的净利 Net Income 他告诉我Net Income呢 是占 Net Income的比率 就是我的净利率是 14.5% 换言之 我卖了 我的销货收入呢 有1050万 好 1050万 去乘上点145 14.5嘛 净利率是14.5 所以我的Net Income是150万 22500 就把这个数字去乘上我的净利率 因为这边告诉我净利率是占的什么 14.5嘛 这是共同比分析啊 所以14.5是根据我的净利去除我的销货金额来的 好 那告诉我 净利去除销货金额是14.5 那换言之我的净利就是什么 152万2500 好 这是第一个我们从第 他给我们的第三点资料先去得到的 那再来看一下呢 我的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周转率 好 所以第一个我们可以看 我的Accounts Receivable Turnover 就是我的应收账款周转率 应收账款周转率 我们的周转率是 销货金额1050万 去除我的平均应收账款 那我的平均应收账款呢 就是等于8 好 这边告诉你 他的应收账款周转率是8 那我的平均应收账款呢 我们说期出加期末 那我期出是多少 应收账款是 1050万 期末不知道 好 期末不知道 我写就把它当12月生效 我不知道 因为2013年的 2017年的不知道 好 加上期出是1050万 除以2 要等于8 所以你是不是可以 直接就可以算出来了 我1050万 好 1050万除8 所以等于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 要等于 要等于 把它除过去就好了 是131万2500 1312500 好 那就大家可能会算的 把它乘过来 再减掉 105万 好 所以乘2 减105万 所以应收账款 那就是157万5千 应收账款 好 我用不同的颜色写好了 这边是157万5千 好 这个是我刚算出来的 所以我还用蓝色写好了 这是我从应收账款周转率 可以算出 可以推出来 我的应收账款 期末的金额 然后再来看一下 我所有的销活都是设销 好 然后第三 第四点 我的应收 我的资产周转率是20% Return 对不起 我的资产Return是报酬率 资产报酬率是20% 那我的资产期初加期末 报酬率就是拿什么 拿我的净利152万2500 好 然后呢 这是我的税后净利 那我的总资产报酬率 其实应该要把什么 要把利息费用加进来 看一下我的利息费用 好 他有没有告诉你说 我的long turn notes 好 我的 那个long turn notes payable 因为我有什么 我有负债才会有利息 那我看一下 有没有其他资料可以告诉我 好 我的资产周转率是20% 应收总资产报酬率是20% 那基本上呢 这个利息 本来我的总资产报酬率 应该要把 利息费用加回来 好 那因为这个利息费用呢 怎么会突然间有密封跑进来 这应该是密封吧 不过他应该不是虎头风 而且他一只而已不怕 好 我们来看一下呢 好我们先跳过来先看一下流动比率好了 好 就是你在做的时候呢 我们先 容易找到的先去找出来 然后再来去推 我们其他不知道的地方 好 接下来看一下呢 我的流动资产 流动比率 是2.5 流动比率是 流动资产去除流动负债 好 他告诉我呢 2017年的流动比率是2.5 那流动比率呢 Current Ratio是流动资产去除流动负债 那流动资产我现在不知道 好 因为我的流动资产在这里 Total不晓得 这是我的流动资产还不晓得 好 因为要这三个数字加起来 我现在不知道 但是呢 我的流动负债呢 因为我的流动负债也不知道 好 我的流动负债也不知道 好 所以 那这样我可能就没办法从 可以啊 流动资产也不知道 流动负债也不知道 但是 好 那我们可能接下来还是要从我的存 可是我的资产周转 存货周转率 看一下我的存货周转率 第一点 我们已经应修暂缓周转率已经得完算完了 然后我的销货 好 我的毛利率是14.5 好 总资产 总资产报酬率是20%的话 我们先想说 他的Nate Income 去除他的平均总资产 但是你还不知道他的平均总资产 所以这个我你还不能算 好 那我的存货周转率 流动比率 流动比率 存货流动 存货周转率是4.9 存货周转率呢 这是Current Ratio Current Ratio 我们的流动比率是 流动资产去除流动负债 那存货周转率呢 是我的销货成本 去除我的平均存货 好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呢 我的平均存货也不知道 那我的销货成本也不知道 好 然后我们来看还有没有其他资料 我们可以先去推的 好 对不起 我的应收 我的资产总报酬率了 我的总资产报酬率可以 其实应该是可以先算 我的Return 因为 我这边已经先得到呢 我的净利是152万 2500 那我的平均 因为他告诉我是 这个 20% 这是我的平均总资产 所以呢 我的平均总资产等于说 我是152万 这个 52万2500 去除点2 所以我的全部的Total Assess呢 平均 这些的算出来 这边的算出来的数字是 7612500 好 也就说我把152万5千 152万2500去除20% 所以得到 我的平均 我的平均应收账还要这个数字 那我的平均 平均总资产 那我的平均总资产 那我的平均总资产是什么 期初加期末除以2 所以乘2减掉 期初总资产是750万 所以期末的总资产是 772万5千 这样看懂吗 772万 写成770 722万 772万5千 好 这是我的总资产 我这边把他写过来一点 好 所以我先 我再从 反正你可以从那个数据里面 你去找到 你容易去理解 然后去推出来的 所以我算出来 我的总资产是这个金额 那我的总资产 如果2017年的总资产是 772万5千 那我扣掉了我的固定资产 462万 所以得到我的流动资产是 310万5千 310万5千 这样看懂吗 好 那我知道310万5千 是我的流动资产的话 那我的流动资产是 三个科目组成的 我现在知道运收账款 知道现金 那我就可以推出存货了 所以310万5千 减掉48万 减掉157万5千 所以我的存货是105万 好 那我知道我的存货是105万 所以我可以过来算我的存货周转率了 我的存货周转率是平均存货 平均存货就是期初加期末 期末是105万 期初呢 的存货是172万 所以除以2 所以是138万5千 138万5千 其初是172万 加上期末的存货是105万 除以2 就是我的平均存货 那我的消货成本现在不知道 但是他告诉我4.9 那我是不是可以算得出来了 所以呢 是我这个138万5千 去乘上4.9 所以是什么 678万6千5百 678万6千5百 好 所以我这个消货成本就出来了 678万6千5百 所以我的消货毛利 就是373万 373万1千 371万3千5百 好 减掉我的营业费用 150万 所以是221万3千5百 好 然后呢 我们就一路往前推啊 我的税后净利是这个的话 我的税前就是把所得税加上去 所以152万2千5百 加上 所得税是55万 所以税前是207万 2500 207万2千5百 好 那如果是 税前是这个的话 表示我的 利息费用是多少 好 税是 2213 50 利息费用是14万1千 反正我得到上面一直上下来 这边知道往上推 所以关系 你只要之间的关系 就很容易做 好 所以呢 我先 第一个我先得到的净利 净利 然后呢 接下来呢 我要知道我的 那个 销货成本 对不起啊 我要知道我的销货成本 我要先从我的存货周转率去下手 那我要知道我的存货周转率 因为我的流动资产流动比例我还不知道 所以呢 我变成是我要先知道我的资产周转率 然后一路去往下算 好 那 这样子过来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我的 损益表都完成了 损益表的几个问号的资料我都填上去了 所以 123456 你看他的问号是不是 123456 结束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我的资产负债表的问号 我的资产负债表呢 现在有什么 这边都完了 我现在是流动 是流动负债跟 长期负债的问题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我既然的总资产 总资产是772万5千 那我的 负债 权益呢 扣掉权益 所以 772万5千 扣掉我的权益340万 所以表示我的总负债要432万5千 我的流动资产加上流动 流动负债加上非流动负债或者是长期 我这边把它写过来好了 让它这边是一致的 现在呢 我从它的总资产去减掉我的总权益就得到我的总负债 因为我的总资产是总负债 负债加权益来的嘛 所以我知道我的权益我就知道我的总负债应该是这个金额 好 那我的总负债呢 现在问题是有两个 长期负债跟流动负债 那我既然知道我的流动比率 流动比率在这里 我的流动资产呢是310万5千 既然是流动比率是2.5倍 所以是310万5千除2.5 所以是流动负债的就124万2千 好 所以呢 我的 short term liability 124万2千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什么 我就可以算出来 既然总负债是432万 432万5千 是不是少一个零 少一个零 这边少一个零 然后我的流动负债是124万2千 所以我的 长期负债就308千 308万3千 所以加起来就是我的 这个线应该画到这里来 好 所以我的长期负债 就308万3千 好 432万5千 减掉124万2千 308万3千 就结束了 这样看懂吗 充分利用这些比率 所以这些比率你就要知道比率跟比 他给你这些比率他是怎么算出来的 那我讲说这些比率其实 如果你多看了多想一想 你大概从这个比率的文字里面 你大概就可以了解他到底在算什么 是拿什么跟什么算 这是比较简单的 所以我们刚刚有看到我们的728页 他是不是有汇总出来 汇总出来的比率的计算 好 你们都 好 现在假设你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去 非常的深刻了解 我相信你们的记忆力很好 就发挥一下你们年轻人的记忆力 然后你知道了这些比率之后 我们就利用 期末考 我超喜欢考这种题型的 就看你有没有把所有的关系都搞清楚 这是其实这是一个很好检验自己 对于报表之间的关系的认识 好 所以呢 这个就是我利用 比率分析共同比分析来的资料 所 推出来的 财务数字 这样看懂吗 所以从你 从他给你的资料里面 你先去找到你觉得你最容易下手的 那其实这个例子里面最容易下手的 因为马上就可以算出来 第一个就是你的什么 内因卡 因为内因卡我们在做很多的资料都会用到 比如说我在做 总资产报酬率 比如说我在做 呃 总资产报酬率先会算出来 然后呢 好 然后呢 这是我 总资产报酬率会利用这个数字 然后呢 我的应修暂缓周转率会用到销货金额 好 所以我就可以先推出来 那我的 期末应修暂缓的金额 好 然后呢 我的总资产报酬 我的资产报酬率还可以算 刚刚就讲了我可以算出了我的什么 总资产报酬率 所以我先算出来 我的期末 2017年的资产 总资产是多少 那我知道 固定资产 非流动资产 剩下就是我的流动资产 所以流动资产 得到之后 那我流动资产有三个项目组成的 那我就去找出这三个项目的 金额 那因为应修暂缓周转率最容易得到 也很容易得到 因为我已经有销货金额 那我有期出的应修账款 所以就直接可以算 然后呢 我知道这两个数字 这三个数字加起来等于这个数字 那我不知道存货 我是不是可以从 已知的total合计数去扣掉 这两个已知数 就可以得到第三个数字 所以 其实就是把 每个比率之间怎么来的 一个一个去把它 找出来就好了 这个就是 第14章 其实我要 我希望你们能够理解的重点 是在于 这比率 我说利用比率 来 让你去了解 报表之间的关系 14支 Exercise 14支 749页 好 这一题我就先不讲了 749页 你先看一下 跟这个有点像 可能他要的 他做的范围没这么大 他要你从上面给你的资料里头去算 他的 销货成本 随意表的销货成本 等等的 这跟我们 这个有点像 只是 他可能没有让你做的范围这么广 好 那但是呢 他也可以利用我们刚刚做的过程里面所用到的观念 要你算第一个销货成本 第二个销货金额 第三个净利 然后再来第四个呢 是我的 总资产 就这样而已 四项 749页 好 大家先看一下 刚刚那个 练习 你如果听得是懂非懂 也许从这个练习里头 你可以把 刚刚所讲的把它套进来 好 来做看看 给大家一点时间 做出来的 小鸡 小鸡 鸡 小鸡 大鸡 小鸡 青鸡 小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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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瓶 放入水中 把骨頭和冰糖 放入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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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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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